好 哈囉 哈囉 我們現在check out完了 我們現在在Livvy這裡準備要出發到下一個城鎮 我覺得Livvy這個滑雪場真的是很棒 就是整個風景跟一些我們之前在亞洲啊 或者是在美國看到的雪場的風景又不一樣 它就是很有北極圈的雪場的感覺 到山上就是雪怪啊 很多的雪怪 然後又是日照時間很短 所以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晚上滑 也是蠻酷的 然後整個城鎮都很有滑雪度假村的氛圍 就整村莊的人可能都是從各個歐洲地方飛過來 所以大家就講英文也很ok這樣 我們等一下會去幾個地方玩 然後晚上會再去另外一個滑雪場 但我也不知道那個滑雪場是什麼樣子 對 就讓我們去看看吧 走 我們現在離Livvy市區大概開20分鐘的距離 對 有一個哈士奇動場 對 前面全部都是小狗 對 好冷喔 只要天氣好就很冷耶 對 不知道這裡的收費是什麼樣子 對 這裡是一個哈士奇會幫你拉雪敲的一個農場 喔 太好冷喔 另一圍就超冷的十分之百 好 那我需要多少天才有的大遊樂 上次坐在這裡 我跟自己在一起坐在這裡 又來坐在這裡 那 Main Pier Почему 好可愛喔 好多姿啊 他剛剛說他們今天已經完了 然後如果要來搭這個雪橇的話 要先預訂 我記得他是不是一個人是一般 超貴 對 我這幾天查了一下 他這邊的哈士奇拉雪橇呢 他不是完全都是哈士奇 他不是純種哈士奇 這邊的哈士奇他有跟狼犬去做混種 就為了讓他能夠跑得更快 好像比較強壯一點 我們兩個現在停在路邊 因為我們兩個人手機的網路呢 突然時間到了 對 我們沒有注意到 我們的網路應該是只能用一個月的時間 但我們現在已經超過一個月了 然後昨天可能有發簡訊過來 但他寫的是 西班牙文 不知道要是拿六月文 所以也沒有特別去注意到 所以我們現在看該怎麼辦 我們現在在繼續往前開 然後我現在在看我們的 新卡怎麼樣怎麼樣加值 我們現在就沿著大條的路開 然後看看前面這樣子 快天黑了 結果沒有網路裡面也是沒有辦法加值 然後簡訊也看不懂 也不知道要打給誰 也不知道客服的電話是十幾號 那就先繼續我現在 然後後來看阿丹的手機還有打幾個點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先用車子的導航 打入那個地址 就是也不確定地點是什麼 可是就是那個市區這樣 就是大方向是那邊 有雪場 好 我們現在到了 我們要住的這個城鎮呢 這邊的Information Center 這邊來接網路 那個就是我們的花靴艙 YA 有網路了 這裡好多地方都有網路 然後這個Information Center 這邊有一些咖啡廳 然後是Nia的地方 然後我要去上廁所 我們剛剛去問那個Information Center的人 他跟我們解釋了很多 然後他說這邊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然後還有一個National Park 在這個國家公園 我們就是住在這個 然後National Park只是幾公尺之外而已 他有可以租腳踏車的 然後他有跟我們分享一間租腳踏車的店 然後還有租雪板的 在他這個National Park這邊 他這裡就是騎腳踏車的路線 然後也有可以雪地践行的路線 這樣子 這裡好像很多東西玩耶 而且很多產品可以吃的感覺 意外的來到了一個National Park 其實我覺得真的是 我們在網路上怎麼搜尋 就不知道這裡是什麼樣子 然後真的是要自己來了之後呢 才發現這個地方 很棒耶 也是會蠻喜歡的這個地方這樣 對 然後他說如果再往上開這裡 有一個Museum 他說這裡可以看極光 今天可能可以看極光 我們現在暫時得救了 那我覺得其實在公路旅行 然後網路突然沒有 你沒有辦法倒進 然後或是你不知道你的目的地在哪裡 你沒有辦法回用車子的導航的話 如果說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害怕然後亂開 其實我覺得在這邊是蠻危險的一件事情 對 因為開在很多路上就是很偏僻 對 然後旁邊就是雪 積滿雪的大樹這樣 所以我自己呢 我是都有把我們的行程 寫在那個Word檔上面 然後我用離線可以看的那種方式 就是在這種意外發生的時候 至少有一些離線的東西是可以閱讀的 或者是如果是車子也沒副導航的話 對 所以就是盡量在大路上開 開到一個加油站 或者是有人的地方 但你看像我們剛剛是在一個 像是非常荒郊野外 然後連燈都沒有 對 可是就是要開一陣子 亂開了一陣子 萬一開不出來 那是很危險一件事 對 所以有些東西 像是離線的資訊 或者是紙本的東西 還是要先準備好 又來到了下一個學場了 我們現在來他們這個學場的 Rental跟Ski Pass的地方 這邊看一下 那是Pass 喔Pass 49.5 好貴喔 我本來以為來一個比較沒有那麼熱門的地方會比較便宜的 結果更貴 對 租雪板也比較貴 然後Ski Pass也比較貴 然後他這邊的租雪日比 那邊的貴 他這邊租雪板一天是39天 然後他只有早上或者是下午 或者是你要幾個小時的 好我們現在來另外一間的租腳踏車的地方 這期腳踏車是很熱門的活動 那邊的租雪板一天 沒有 那邊的租雪板一天 那邊的租雪板一天 在中間 你可以看到那個租雪板一天 所以 2小時 30元 4小時 40元 這個價錢很貴耶 2個小時 就30塊 30元 30元 你有車租嗎 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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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問到了 他還有另外一間可以租雪板的 他剛剛跟我們說還有一間可以租雪板 在這邊是新開的在Hotel裡 然後他也有跟我們說他們這裡租的價錢 是2個小時20 3個小時25 這裡有寫價錢 然後還有E-Bike的價錢 比較便宜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租這間 對 嗯 這個呢是我們在這裡住的 在Airbnb上面訂的 所以呢 又是要用密碼盒 好了 這間都是木頭 整間都是上南方的感覺 好火的地方 好火的地方 這邊是有一個陽台 現在很冷 嗯 廁所 嗯 這洗衣機 這洗衣機 看起來是洗衣機 嗯 然後 桑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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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暖的 要自己整理房間的 對 這個B&B是要自己整理房間 那他要吸地對不對 一上來他這裡就是有一個廚房 跟一個小 客廳 客廳跟餐廳一起的 嗯 在二樓 他說還沒床單對不對 嗯 為什麼給我們兩個床墊啊 要睡這麼高 真的好冷喔 怎麼會這麼冷啊 明明都一樣-11度 好冷喔 好冷喔 好寒喔 嗯 然後我們今天又來公園 對 來這國家公園呢 這間K-bar 逛逛 開 有點到這邊 唉唷 自動門 這裡你知道為什麼都要自動門嗎 因為很冷 以免被電到 我們買了這個烤肉飯的微波或者是烤的都可以快快熟的 然後我們買了優格 果汁 牛奶 然後買了另外一個烤肉飯 然後這樣子搭配起來一起吃 一起吃一餐我們兩個人 然後買了一塊野菜 這塊野菜沒有貴耶 嗯 六十塊也不太幣吧 然後買了一個紅咖哩 對 這看起來是沒有飯在裡面 你知道 然後還買了橘子 我們這次都吃了很多橘子 然後我們在這個地方會煮三個晚上 嗯 又要煮三個晚上 所以我們就一次買多一點 對 它這打開來是滿滿的肉耶 我以為會有這些配菜 喔那就是烤肉 還好我們有菜 這也沒有醬 變出了一桌 微波食品跟青菜跟湯包濃湯 來來來 然後我們烤肉飯 嗯 也是不錯吧 有菜有肉有湯 對 微波只有這個而已啊 對 感覺這個東西是可以從台灣帶 是滿方便的 但是可以去買一些像海鮮的料 魚啊蝦子啊 把它丟進去一起 嗯 然後這個忘了買醬 或者是調味料 你要不要把這個放在這裡 喔 嗯 飯是還滿方便的 覺得 微波食品 嗯 那這個肉呢 嗯 這個也滿好吃的 嗯 肉我覺得跟我們那天在餐廳吃到的感覺差不多 滿像的 滿像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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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